過去因為中國勞工的薪資低廉 這個歐美跨國公司 紛紛把工廠移到中國大陸 讓中國賺了大筆的外匯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有了財富 跟專業技術之後 開始砸下重金 回頭征服歐洲 今天晚上十點鐘 公視主題之夜節目 就要播出一部紀錄片 叫做Shopping 買歐洲 以具體的案例呈現中國財團 一直詬病歐洲公司的現況 2008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帶一個龐大的商業訪問團 到了雅典 跟希臘總理見面後 花幾秒鐘簽字 中國就以5億歐元 買下希臘港口 35年使用權 希臘港口飄著中國五星旗 整個港口三分之二 都是中國中原集團的貨櫃 碼頭工人擔心勞動條件改變 紛紛抗議 結果中原請了另一批新的工人 他們說我們的工人 沒有任何評価 而且它不會走 使用的方法 沒有任何方法 證明是這個 我們有做的 在兩年內 我們有增加力量 如何做的 和我們有做的 在魔術嗎 沒有 與人們 與人們 在這裡 所想的工作 而產生 另一个中国花大钱买欧洲公司的是中国吉利汽车 它在国际的形象很差 因为撞击测试 驾驶死亡率高达九成 也成为全球汽车业笑柄 结果2010年春天 中国吉利汽车花了15亿欧元 买下瑞典富豪Vovo汽车 当我们知道吉利汽车买了 是因为他锁了铁铁铁铁 而他装处在中国的产品 但是我们终于锁了 这个并购案让富豪汽车得以存活 也让吉利汽车有了新形象 过去中国劳工低廉 欧美跨国公司纷纷把工厂移到中国 让中国外汇存底达到世界第一 如今中国回头征服欧洲 这部由法国制作的纪录片 虾皮买欧洲 前进瑞典法国波兰希腊 呈现中国财团并购欧洲公司的状况 技术落后的中国入主技术先进的欧洲公司 会面临哪些困境 走下坡的欧洲有那么好征服吗 纪录片结尾提出了这些质疑 也试图找出答案 记者综合报导